一個中國原則 一中原則 謝謝議員的指教 市長 一中原則 議員可以指導我啊 我們跟AIT關係這麼密切 那你知道AIT的英文全名 我們大部分常用的是D 你的名字會有兩種以上的寫法嗎 你認為一縣是一核電合理嗎 沒有核安 就沒有核電 中央也要有能力把核廢料處理 所以只要是涉及核廢料的事情 都是中央的事都不是你的事 那你可不可以承諾你繼續當市長 我會努力做事 您到底是要請假還是請辭 我會把握我的時間努力為新的事做事 你要把握到什麼時候 把握到17號 在國際間 有哪一個國家 對台灣 有敵視的行為 你知道嗎 你能不能回答一下 你說哪一個國家 對我們國家有敵視 對 目前 我們只要有自立有自強 不是啦 我問你哪一個國家 你自立自強幹嘛 市長你願不願意說一句話 你願不願意譴責中國 讓台灣沒辦法加入台灣 這個國際刑警組織 市長願不願意選擇中國 其實 在整個國際合作的打擊犯罪裡面 譴責中國這句話都說不出來的話 那民眾會對您有很大的質疑 你知道G7是哪7 其實也 我還是特別跟你演講 是 只要在整個經濟合作體系 我們有機會參加 當然 那G7也沒有我們啦 對不對 G7有哪幾個國家 來 之後5月19號 要在日本廣島舉辦的高峰會 對台灣的影響 請你發表你的看法 我們沒有在這裡面啦 市長 接下來我要跟您請教一下 您知道最近有華盛頓宣言嗎 你知道說華盛頓宣言 對 對 這個消息我可能沒有注意到那麼多 藝人 你有什麼想法 口號喉 空話喉 安居樂業地闖空 那你說沒有啊